一年多一年多兩年了 到現在沒有念對我們 我今年二十年來 念對我們這檔 超過我的 可以到下一檔 然後 我們要講的就是 我現在在台大育成中心在做的 我們團隊叫做維喪 那我們的社會就說 好事正在發生 那我們讓他發生的靠近 那不是海的 下一檔 我們說我們自立在 笑死我 我們自立在就是打造 自立在 打造就是 最好用最合 最友善的目自 目自平台這樣子 那可以看到所有的目自平台 應該讓他方便 那首先生產工藝 現在是開講的 因為我們做的是專屬社會企業的 的全中目自 全中目自系統 那先從社會 社會專案件事開始 社會專案件是公益 其實在這個社會上都會有各樣不同的 打法作為公益 譬如說 那個 富二代就會 可能會說 對公益說 雜錢 我今天帶兩萬塊的包包來給你 你不覺得很棒嗎 好感度增加 然後 然後那可能說 好 其實我滿足的地方 不過 在這裡 估計成它是憤慶 那 憤慶就會覺得說 像冰桶這樣的事情 是在消費 消費 健動症的人 之類的 這個 這個有待爭議啦 那我們台灣的媒體就會覺得是說 就會整天就是把他講的 就是一定是孝子去捐錢 然後受到捐款的人一定是 有跟莎士比亞悲劇一樣的 一樣的那種非常小極性的悲劇人生 然後 所有人 大家做老實說應該是 不求回報 像這樣子 那 然後 大家一定要覺得 然後 像我這種 平凡的人 其實 對公益是什麼 常常也不知道 就是 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都不知所存 你也不知道 你做現在的事情 到底對你有什麼好處 有沒有什麼影響 會造成什麼樣的後果 那 因此 因此我們覺得 做好事不應該是一個 這麼困難的事情 那個 這邊有 你常常會遇到 像你做好這樣的問題 就是 你的錢到底用到哪裡去了 然後做自己工要去哪裡找 那你要怎麼找到你有興趣 你可以沒錢想去弄什麼 可是 你想投資東西的事情 你要拖到哪裡 你為什麼要做這些事情 他應該 這件事情應該是更容易 因此 我們覺得說 我們在那邊看好說 為什麼這麼多的問題 我們去做了一個調查 他把它寫成弄文 寫成弄文 真的有可以弄文這個 那 那 百分之七十的人 會就是 定資投資 會定資投資 會定資投資 這些社會狀態 那 百分之六十七 百分之七十裡面 百分之六十七的人 會從一開始開始一直往下 就是減少投資 減少減少 最後無限區定的 那 造成這種結果的問題 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 我們 我們研究出來 就是說第一個 你流程不夠透明 像是高雄七報 我們心愛的紅十字 紅十字會 都被罵到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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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其實 在台灣 有很多公開財報 或是你錢用到哪 這些 都沒有 大家都不知道 這個就是造成大家會 主要造成 就是所有人 會減少投資的原因 那第二個就是說 你看不到自己 就是弄了這些東西 做了這件事情 或是 或是 捐給他一張椅子 捐給他十萬塊 到底有什麼效果 他會跟你說 有時候我們就 幫我們洗髮 捐給他十萬塊 然後他把這十萬塊 去修復 我們現在不需要拿 可是你怎麼知道 你這十萬塊 到底是 對於修復這個部分 造成怎麼樣的影響呢 你可能是幫助 裡面其中一個受宅戶 來發生很多錢 比如去修復 你不會知道 是像這樣子的影響 這樣才知道 很多人會有挫折 就像 髮型流到水口 那 那 第三個就是說 沒有同伴 我高中的時候 其實比較有這種事情 就是 我高中的時候 為了國光詞號的事情 我去到處 總會把海豚 然後就走到牧場 那 我就 我那時候念思義學校 然後那些有 那些有錢公子 公子哥和公主 我就覺得 就覺得我是神經病 然後都 每次都用我非常鄙視眼神 在看過 那 因此 我們就是說 因此 綜合影像的觀點 我們想給他變透明 這樣變 變透明 然後捐錢 捐物資 都是一個很方便的事情 然後 那大家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 關於物資的部分 因為其實 我高中做了三年之後 發現很多錢是拿去買東西 買椅子 買攝影機 買麥克風 這樣子 那為什麼我們自己捐錢 那 原因大部分是說 我們要花圓益 所以我們把它做變成一個 然後 而且很難去追蹤它的成效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像一個 QR波或是NFC的 資料追蹤系統 然後 搭配我們 只要到我這邊之後 發起專案 然後 你要繼續製作的東西 提案者收到之後 少沒有下 它就會開始持續一直追蹤追蹤 會 即時會撐到你的帳號這邊 讓人知道你做 捐了這個東西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然後當案子完了之後 我們是募集 這是一個投資 所以提案者一定要回饋 他當初是沒有的東西 不管是無形的有形的 他一定要回饋相對的回報 那資金的話 我們是跟像是 公益資訊聯盟 這樣子的聯盟合作 我們強迫所有提案者 一定要做詳細的 財報公開 和 我們會想問你 不要去做詳細的 就是進度回報這樣子 我們是在預算中心 就表示說 我們一定要賺錢 我們絕對不能是NP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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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做成NPO的話 我馬上要把它 我馬上要把它 把這個指示毀掉 然後 那 我們的營利模式主要會是 來自針對企業的部分 我 大 我2012年生大一年 那個暑假 我用 我用假的 假的物學證書 去偷偷 假裝我是大學生 去參加 日上Epson 他們一個人 去日本 練習 CSR 社會企業責任的企劃 這樣子 那 我發現其實 社會企業的責任 不是只是砸錢 不是只是一堆大公司 去砸一堆錢 然後說 我們今天很安心幫助很多 比如說天槍兒童 讓他們吃多少餐 這樣子 就是對企業完全沒有效益 幾乎完全沒有效益的東西 CSR其實是可以對企業有效益 而且同時 對這個社會 對這些社會 是有更大的社會影響力的 因此 我們做出的模式就是說 精準的幫企業就是 奧水SRI 企業的責任投資 社會責任投資的投資方案 他們可以說我們人力 他們有多少能力可以用 現金 或者多少物資 比如說他們是做螺絲工廠 他們有多少螺絲 或者多少鋼鐵可以用 或者什麼東西 然後給我們 然後告訴我們 他們要想要什麼樣的形象 想要什麼樣的成效 這個是想拿來做 做企業的成效嗎 還是拿來做企業 內部員工的訓練 還是做 還是做宣傳他們的產品 或是測試他們的產品 的一個方案 然後把 我們了解他們的需求之後 去說詳細 去說詳細 把我們 去把我們平台上面 各式各樣不同的 各式各樣不同的專案 他們有不同的需求 不同的主題 然後有不同的執行方式 去把它創起來 變成一個完整的企業 企業投資方案 讓就是企業社會社 讓企業做好事 不是只是在砸錢 是一個可以精準 精準的投資 知道你回報會有多少的東西 那我們現在就是跟各式各樣的分譯組成 像是這個範科學 我想 大家有看 等一下很多人有看 然後 對 然後 這個是 我們目前為止 試做 我們現在系統還在測試中 還在測試中 還在測試版 雖然可以用很多吧 那我們之前做的是 用很多人力去手動 來測試系統 那 那個 世界地球日 今年的世界地球日 所以我們目前有做過最成功的案子 然後台南華地資訊協會 雖然只是小事生所 就只有 開個幾天的案子而已 不過 那幾天 的確碰到 碰到很多東西 那 這個病是 中國內 中國 內地 就是不是研究 中國內地 專門做的就是天下教育 中國還是有 還是有 被努力機構的 而且不是共產黨的 對 那 然後專門就是做 這是天下教育 中國 天下教育資源 缺乏比台灣 誇張大概是 100倍以上 那 那 那 就是台大 台大那個不同環境社 他們做很多 各樣的事情 那還有很多 很多 很多其他人 像是 或是一些櫃底部 因為我發現其實很多 學生 年輕人 沒有空去 把他任何沒有空去 組織 註冊 非密組織的人 他們做的事情 其實還是不錯的 就是身為一個學生 學生其實可以做很多 其實做很多好事情 那 我們 那 我們跟這些很多 各地合作 在我們 在我們這樣子架構之下 他們放上 木集東西 是一個實木集 不是公木 所以他們不會受 他們不用受到 就是全木條例的 限制 那 很多人 可以將盡他們去做 這些事情 很難 這是我們的QR Code 這是我們的網頁 謝謝 那大家可以 上去看 雖然現在還有 現在還是Beta檔 不過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 我們現在 最近在進行的狀態 是一個跟嚴長壽的 軍醫教育平台 合作基因會 在木集iPad 就是給 偏向 偏向同 就是來做 所謂的遠距離 遠距離教學 因為偏向教育 這是一個 幾乎是最大的問題 就 所以居然找不到老師的話 就 直接用網路 來打過這個距離 那 差不多到這邊 謝謝 大家還有 4分 19秒 9秒 這樣 好 那 通常這段時間 接下來就是Q&A的時間 但是我剛問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 打卡爾提供 我們那個 高雄電影節的 手機的版 那個 票 所以直到 11月9號 也就是明天 所以 我一定要這邊發文 所以接下來等一下 有提問的人都會拿到 那 可以上網看電影 對 用你的手機 或是什麼上網看電影 他只可以選三部 可是我就是總理沒有 對不對 好 這裡只有12張 所以拜託 就是其實就永遠發言 不要算好 12個人 然後之後就不發了部分問題 好 就是跟大家講一下 好 還不錯 我用過我那個 海上南方 南方海上都原來不受看 有問題 請 大公留 我已經拿到一條 其實我想問一下說 因為像你這樣的物資平台 其實又好像有一些類似的 那你們是 因為你們畢竟也是要有一定 那你到什麼地方做一些競爭 或你的東西 都自然看 好 身為人長輩裡面 我也因為不懂成是哪裡 常常來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 我知道很多人都會說 你們這不是Kiss Data嗎 就是美國西國的那個 或是 然後 我就說 所以我常常說 我們有做物資的 就像物資可以像現金一樣 輕鬆的去投資這一塊 所以 我做過 我一直做了很多事情 這的確是真的沒有人在做的東西 因為物資是也非常麻煩的 非常麻煩 會有很多過程的東西 那 這是我們最不同的地方 然後第二個是 呃 雖然現在看不太出來 現在我用講的 現在可能看不太出來 就是它是 就是專屬於社會專 那上面只有 想說社會專 它這個社群的互動方式 它 我們提供的諮詢 像是 共用的會計諮詢 這些就會不一樣 對 那我們提供會是比較 呃 細微的照明 放棄 對 我要 好 就這樣子 因為 我不知道你有否聽過一個 比較 科學人 我知道 對我聽說我記得 因為我那時候高雄 我們還要做 然後後來就成功 對 然後 就是我記得台北他們其實 在做的事情 就是跟這個很像 然後就是在 它是專門幫各個企業 做社會企業責任的事情 就是一樣 好像跟你講 就是以前過來 然後你要什麼 然後我們大家一起 然後幫你做的東西 然後它的 V的好像是那個 我們的 摩連的那個 老大 那個solo in的 solo in的 對 所以說 不覺得 你在這一塊 你的北部客戶是 不見了 是 呃 Glow Bridge 7的計畫 其實高雄有本當作 教授有本當作 找你喔 對 張清真後來沒有 對我後來 換了 然後 對 其實 要做 就是幫助企業做更好的 CSR 這個計畫 其實是台灣很多優秀人 都想 都在做 可是 我們 我們這個時候還有當作問題 為什麼很多企業 不管是企業各地 都沒有做這些專案的東西 因為那些專案 就起來 理性的去分析這些社會 它其實對企業是有好處的 如果你用正確方法去投資的話 那 重點就是 我剛剛講的痛 這個問題 你能不能幾次去追蹤 你能不能的 就是完整 財報 物資 然後你的東西現在在哪 去 你能定位你現在投資的東西 在哪 去做什麼 照件什麼的 這是 就是 單純只有主持是比較難做到的事情 因為大家 很多很多的問題 這個是為什麼很多NGO 沒有去做這一塊 對 接下來的發展方法 你下去的是什麼 是 接下來的發展方法 就是我們現在可以研討做的計畫 我們就是用 專注在一兩個案子 來測試 修改我們的系統 和我們的商業模式 畢竟這些才在 這些是 是存在理論和一些經驗的東西 那 照我們 到尾就是大概測試說 咦 這個系統可以用 然後可以開始收錢 收得到 收得到前幾億錢的時候 我們會 我們會開始 我們會開始 募資 然後我們現在跟 香港 香港那邊的一些組織友 就是合作 所以 香港人要融會基金會的 就是像圍色一樣的東西 那 就像這樣 就像這樣子 我們剛好說 那碰到前之後 才會開始做 台灣周邊的 因為社會問題更多的 如果它像是 整體在香港也有 蠻多社會問題其實 或是像是東南亞 像馬來西亞 直接這樣的國家去發展 好 好 我們現在時間到了 謝謝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 歡迎我們的葉 歡迎 林娟 拍手 拍手 我覺得月亮 有聲音嗎 有 月亮這個順序真的 還得太好了 我們成熟人 跟WeCare 在同一個辦公室 就是 台大 他們叫我們給我閉嘴 桌子就在旁邊了 對 然後 我今天要介紹成熟老人 對 就是成熟老人其實在去年交點的時候 也有在 就是 交點燈會的時候我分享過 可是 因為男朋友沒有分享過 所以想說 我今天就來分散一下 然後 嗯 她是我本名 是哪本 我哪本 呼 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 我們常常會想一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現在 就像剛剛 文善在逃 就是文善在重新 其實 為什麼社會問題這麼多 但是 真正可以去解決的 就是會去做社會公益的人才卻這麼少 然後 我們這一代的年輕人常常被說是我們是吃飽人子的下一代 然後很多人覺得年輕人都缺乏社會實力感 而且不管是在中國還是在台灣 其實我們發現一個現象 就是 公益組織其實有很多的資源 他其實有很多的錢 可是 真的去做 願意去做這件事情的人其實是非常的少 其實他給我們很好的待遇 但是 真的願意去投入公益組織的人卻真的很少 那 究竟他怎麼會這樣呢 我們發現幾個原因 一個是 很多的年輕人不覺得他自己應該要去承擔這個社會責任 他沒有使命感 然後 還有些人會覺得 改變世界 改變這個環境 改變這個社會 是一件很偉大的事情 需要很厲害的人去做 而剛好 我們都不是那些很厲害的人 所以不幹什麼事 很多人會這樣覺得 那 在公益組織的部分呢 則是 他把很多的資金投入到 已經 已經 原本就已經很有想法 很有經驗的年輕人理念 但是其實 那些人一定是 極少的部分 那 大部分的人 其實都是沒有經驗 也沒有想法的人 而因為這樣 所以他可能永遠都沒有辦法跟公益 談得連結 那 誰讓人想做的是什麼 我們希望可以創造一個平台 去拉近這兩群人的距離 去 我們給他們經驗 給他們的始作 然後 然後 用那060的方式 讓他們可以跨出第一步 然後讓他們不相信 其實做公益 做三位參與 其實沒有距離他們那麼遠 然後 可以改變自己 也可以改變成事 那 到底要怎麼樣 可以讓年輕人 願意付錢 去 學習做公益 這件事情 我們想有幾個元素 包含 很酷 或者是 很奇怪 然後很有趣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 弱媽的 然後會有遊戲 甚至有獎金 那這個是我們 成長人主要在做的一件事情 就是流浪挑戰賽 流浪挑戰賽 我們共有四個面向 然後三十個任務 那三十個任務 就包含四個面向 然後 我們有 四個象限 就是 自我跟他人 然後 遺知跟未知 在自我的部分 我們希望可以做 年輕人自我信心的建立 還有自我能力的開發 那 這其實就跟 成長人很重要的核心價值 就是 跨出舒適圈 因為我們覺得 現在的年輕人 其實很容易活在 自己的舒適圈裡面 然後不會去做一些 你常不會做的事情 所以藉由這個挑戰賽 我們會 希望可以開發 年輕人的勇氣跟信心 那在他人的部分 我們有兩個方面 一個是親密關係的重建 我們希望 藉由這個挑戰賽的活動 可以讓 年輕人跟他原本就有的關係 產生一種新的連結 比如說你的爸爸媽媽 比如說你的朋友 那 社會公義的部分 則是 他從來沒有接觸過的 那我們藉由這個活動 可以讓他 嗯 就是從 就是我們把這個連結 這個關係 放到他的面前 然後讓他去創造一些火花 也可以增加年輕人的社會食品感 嗯 這樣講好像有點抽象 就是他 其實我們就是 他是一個比賽 然後 你要找三個人 三個人是因為 嗯 我們覺得你一起做一件 你在做你沒有做過的事情的時候 你需要好朋友一起 這樣你會比較有勇氣去跨出第一步 然後 我們會很 我們會有三十個任務 那像 嗯 比如說會有 社會公益會有一些 比如說幫助一些 嗯 老人啊 或者是 街頭工作者之類的 然後 氣屁關鍵重建 可能就是 去訪問你爸爸媽媽以前未完成的夢想 是什麼 等等 我們有很多任務 可是因為今天 沒有時間給你們看影片 對 然後我們曾經做了什麼 我們 辦做了兩屆的成長老人 那現在正在舉行的是第三屆 那 我們 社會區 又有 大臺北地區 調理一倍 然後 還有台南台中 甚至還有香港 然後 我們有創造出了九千多萬人 社會的連結 那下面其實都是一些 呃 就是我們之前曾經做過的任務 包含 呃 探索1950年前 以前的人的生命故事啊 或者是 免費擁抱的人 等等 這是一些 照片 然後 影片的話 大家可以上 YouTube尋找 成熟到人 嗯 嗯 對 然後 未來一年內 我們會 做 就是我在各地區 現在其實就已經正在進行 就是 現在有六個地區的成長老人 流量挑戰賽 然後 因為我是核心團隊的成員 核心團隊主要負責了一些 就是輔導他們 各地的大學去 去舉辦這樣五個挑戰賽 那我們就會創造出很多很多的浪人 然後 會有很多的故事 跟很多的連結 然後 我們接下來 好沒有 我們接下來會 就是在 預計在明年辦完 第四屆的流量挑戰賽之後 會做 一個大型的年會 然後 還有分享會 跟故事 那我們 希望可以 創造 就是 這些各地的浪人之間的連結 然後 跟焦點一樣 可以 去讓那些浪人們 可以去分享 他自己在 流量挑戰賽的期間 得到的一些故事 那我們最後 希望可以藉由任務 影響的人次 然後 來影響企業加入我們 載助 那我們 希望建立 就是複製這樣的模式 然後 用體驗教育的方式 完成一個 不一樣的生命教育的循環 然後 這次成長老人目前 在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 主要當然就是 大家剛剛提到的 青少人流量挑戰賽 然後 我們其實 定期還會舉辦一些 活躍計畫 就是我們每個月都會舉辦 呃 不同主題的活動 因為 挑戰賽 沒有辦法一直的舉辦 可是 我們希望可以 在這中間 還可以繼續創造 呃 浪人之間的連結 所以我們今天曾經做過 然後 比較有趣的 比如說 呃 夢想拍賣會 就是 用籌碼去 購買 你人生中最需要的夢想 是什麼 或者是 做你的人生的手工書 就是 自己寫一本 你到80歲之後 會長什麼樣子的書 就是各式各樣的活動 很好玩 對 然後這是我們之前 曾經合作過的 夥伴 然後還有演講 包括TEDEX 然後還有一些媒體報導 然後 跟 正在籌辦 或是已經籌辦過的 流氧挑戰賽的 團體大學 那 接下來就是 有五地 在台灣同步舉辦挑戰賽 那以我們前兩屆的 一個紀錄來算 的話 其實我們會創造大概就是 這麼多的連結 那其實 就是 這樣做 這個挑戰賽的活動 其實 成本就會比一般的供應計畫 還低得很多 好 然後 就是這是今天的重點 就是 也不是說前面不是重點 就是 呃 為什麼我會來 就是因為現在 正在進行式的舉辦 成像人聯絡挑戰賽 但是呢 高雄我們招呼到 成像人聯絡挑戰賽的團隊 所以呢 只好讓大家去 參加經典的 台南或是屏東 那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上面的 總共有六間學校 然後有 就是 台大、政大 中正跟 諸羅三其實是嘉義 然後 台南跟屏東 那 就是可以Google 藍色的字 就可以找到粉絲專頁 然後也可以Google成像人 是我們的 核心團隊的一個粉絲專頁 然後 這個是一些 呃 就是 就是 然後 其實成像人的 有種挑戰賽呢 是沒有限定 地區的 就是 你是台南人 你也可以參加台大成像人挑戰賽 然後你是台北人 你也可以想要挑戰 你不用參加挑戰賽 其實都可以 唯一的限制就是 到18歲以上 太長了 這樣有18歲以下 然後 對 因為主要的 招募人 是年輕人嘛 那我們在開幕式 跟閉幕式的時候 都會有一些講者 來跟我們做分享 然後分享會的部分比較是 呃 參賽的自己的一些故事的分享 然後還有一些 我們會幫他的任務做一些總結 好 然後 然後 最後 就是 成像人的一個 終極裡面 我們覺得 改變世界並不是一個人做了很多 而是 很多人都做了一點點 那 呃 下面這個是 成像人裡面的每個幹部 都會有自己的一個 對於流浪的定義 然後這個是我對流浪的定義 然後就分享給大家 我覺得流浪 是讓世界改變 然後再改變世界 對 然後 歡迎大家 一起加入改變世界的行李李 謝謝大家 好 武咖 好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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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18歲唱 對 所以可能活動是你們本身設定好 還是說有人提依給你 然後就可以換你 對 剛剛那樣就講 就是 我們的任務啊 剛剛我們是大面向的任務 那其實我們任務都是設定好的 可是我們沒有辦法在現在告訴你 那些任務有什麼 因為我們不希望你應該參考那些任務 然後你自己考量你自己做不做得到 再決定你有沒有要報名 而是你報名了 然後你來參加派工室 看是當天我們會告訴你那些任務是什麼 那你就一定要去做 因為你已經繳錢了 所以你就一定要去做 對 然後我們是有獎金的 因為有久報名費是有獎金 那可以有報名費跟獎金嗎 嗯 那地區其實不太一樣 對 呃之前 我只能告訴你前幾階 上一屆台北地區的報名費是900塊 就是一個人300 然後 那我們有保證金的支付 因為我們希望你繳保證金是 你一定要去做 就是你完成十個任務以上 你就會環保證金 因為不希望有人 因為我們之前曾經有人 我不知道就不缺錢 可能怎麼樣 他真的繳了900塊 但是他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完全沒有做 就是 朋友結果他說 你要不要報名 然後他就報名了 然後就繳了900塊 然後真的什麼事情都沒有做 然後我們就覺得這樣其實 沒有辦法達到我們想要的目的 因為有時候如果 報名人數超過 會就是用報名數去 塞掉一些人 那如果領來 你是不是都得做 這樣子 雖然我們有收錢 都會良心不安 這樣我們有 他決定這樣子 這樣的話就是再出了你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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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對 那 呃獎金的話 那時候900塊 排到好像是 第一名好像是一萬塊吧 我也不太 有點忘記了 第一名怎麼看 對 我問一個比較熟悉的問題 現在有企業在做贊助的工作 那其實這些經費都是哪裡來的 呃 其實我們大部分的 營運 因為其實這個營運 其實是 除了人力 我們自己的人力外 其實沒有太大的 呃 成分 因為其實主要是 教育做的事情 對 他不是還有獎金嗎 對 那所以其實 就像剛才講的 疫情大部分 就從沒幫忙會進來 那可是 我們還是會有一些贊助啦 就是會有 譬如說有報道 就是有雜誌啊 或者是 像我們這一屆 第三屆 全身有跟HTZ合作 我們有跟HTZ有贊助啦 對 那 因為 因為我們現在做 以前他其實是 最一開始的時候 是台大的 疫情學生 他是因為有一個課程 所以所研發出來的一個活動 可是反應很好 大家覺得這件事情 應該可以繼續做下去 然後現在 就正在就是 立案的一個過程中 他就會變成很多 有點類似社會系列的一個 方式在陣線 所以說也可以跨線 是大家一起組隊 可以可以可以 呃 唯一比較小小的要求就是 那個 開幕式跟閉幕式 都一定要有人去 對 他 三個人都也有 有去就可以 然後 那是唯一的小小的規定 因為他要高層學校目的是什麼 對 對 對 好 反正 反正回來了 對 有沒有好會這個跟學校合作 轉學分 轉學分喔 嗯 服務課之類的 有服務課程 對啊 對 因為這個其實當初就是覺得 學校服務 比如說造 服務性的跟課程 比較不善 比較自私化 就我們還是希望可以 主動的去做這些事情 如果他變成 就像 就像偏鄉教育一樣 我們學校每年都要規定 你要去偏鄉 服務多少個小時 他就可以自私了 可是我覺得那樣子的心態跟內容 就會有一點點的 就是不一樣 對啊 選手課 選手課 我把它這樣跟導課 是 真的嗎 真的嗎 選手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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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啊 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 因為我沒有時間告訴你們 任務有哪些 其實我們有還蠻多 還蠻有趣的任務 然後大家可以上飛機 就是看 然後 平等跟台南 對 平等跟台南 我們努力的發展 在南部的市場 對 謝謝大家 為什麼要想來高雄 為什麼沒有 因為這樣沒有高雄 怎麼會沒有學校 因為沒有學校 因為沒有學校 要來應徵 剛剛聽到 你還沒有來高雄 那我要換畢業 我會叫我社員 都會跟他做這個 嚴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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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教練手拿到不學費嗎 對